你们兄弟就不会闹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 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 弄不好干掉的是你啊 这个话是很厉害的 李世民听了以后 不仅火气马上降了下来 而马上就被魏征这种不畏强权 这种精神 这种气度所折瘟 从心眼里开始喜爱 钦佩 在某种意义上 还有那么一丝畏惧魏征 他觉得这个人不一样 所以马上重用了魏征 魏征的刚知不过是李世民意识到 这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于是马上任命魏征为 专门负责给皇帝提议件的建议党部 魏征果然尽忠职守 勇于执剑 李世民并不顾虑魏征曾是太子李建成的模式 不久又把魏征提到了宰相的位置上 那魏征是怎样向李世民执剑 身为皇帝的李世民又是否能够听得进去呢 建国之初 这个是很庞大的数字 一个下级的部署 一般都不怎么敢对上级提议件 何况是一个臣子像皇帝 二百多条意见 而每一次唐太宗啊 都尽量考虑他的意见 尽量予以采纳 魏征这种境界啊 他完全是泛言之见 所谓的泛言之见 是不顾你皇帝高兴不高兴 也不管你皇帝听得进听不进 我认为我做城下的本分 就是应该把我的真实想法贬告皇帝 我不能阿谀奉承 不能顺着你皇帝 不能天天喊万岁喊英明吧 即使在唐太宗大怒的时候 魏征也敢啊 当面停政 在朝廷上就和皇帝争执 从不退让 所以啊 唐太宗对魏征的敬畏之心啊 还越来越重 这历史上有好多有趣的记载 我在下面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有一次 唐太宗啊 想去秦岭山中打猎 唐太宗戎马出身 是非常喜欢打猎的 行装都已准备好了 突然唐太宗下令 不去了不去了 那么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当时也没有人问